今天見誰我們也不會去跟郭東講 不過我倒覺得這也還好 你會擔心節目已經過局了嗎 現在郭王好像都不想來跟你們談 這我倒覺得是這樣 我剛才想了一下就是說 長江有時候向北流 有時候向南流 但中就向東流 這意思就是說要思考的是說 在現階段台灣社會需要什麼東西 如果台灣需要一個東西有沒有 那它就會出現 那如果說你要做一件事情 不是台灣社會在現階段要需要 那它就是再怎麼用力去 去湊合它還是湊不起來 所以重點是 台灣走到這裡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需要一個 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變化 或是在政治上的新的局面 這才是回答的問題 所以是這樣嘛 其實有時候我們要自己回去再想想看 在現階段到底台灣需要什麼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台灣社會 人民的需要 阿如果不是 不是的話你怎麼湊也湊不起來 那現在有可能還會再找其他的時間來見面嗎 反正 是這樣啦齁 現在已經進入那個叫十倍速時代 你知道齁 十倍速時代 所以老實講 民意一系數變 你知道齁 所以我倒覺得 說時間很短很短 說長也過長 所以就 我倒覺得順其自然是一個蠻重要的態勢 就是說 比較重要還是剛才那句話 你要想想看嘛 到底台灣社會在現階段需要什麼 那你做的是符合這個需要 阿如果不是的話 你怎麼湊也湊 你怎麼湊也湊不起來啊 其實 目前嘛 如果純粹從政治上考量 如果one to one的話齁 就只有兩組候選 我現在怎麼看到蔡英文會贏 因為還是芒果乾會贏過花大財 這是我 這是我的政治判斷 所以在這個基礎上面 在這個基礎上面 你再去思考 到底下一步要怎麼辦 市長已經第六天了 市長已經第六天了 你準備好蔡總長 要你講的什麼 我先問你 你有沒有講一句